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就是这个叫Rectified Linear Unit 来代替这个Sigmoid这种神经元 我们可以来解决这个每层之间学习率不一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我们跟大家正式开始介绍 叫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这是近几年了在深度学习里面取得的表现最好的一种算法 也是目前最流行总体来讲表现最好的一种算法 尤其是在这个对于图像识别上面来讲 好的,这种神经网络呢,它是基于Neural Network 但是它是一种特殊的形式,跟我们之前学的神经网络 就是结构上有一些不同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学的这个名字叫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所以这个Convolution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会儿具体细节会给大家讲到 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用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结合我们之前学的一些技术 来增强这个准确率的方法 在这个手写数字识别这个数据集上 训练出来的一个非常高的准确率 也就是说我们用的这个神经网络叫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简称的是CNN 然后呢,我们用使用了GPU计算 而且呢,我们用的是个多层的这个神经网络 也可以说是比较深度的一个神经网络 而且我们使用了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Dropout的方法 以及我们使用了多个训练多个神经网络 Assembles的方法 然后我们达到了这个非常高的准确率 接近了这个人肉眼的识别水平 也就是说我们在结合这些方法之后呢 我们达到了在1万个图片中 我们实现了正确的识别了9967个图片 大家看到这个准确率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接近人肉眼的一个水平 就是百分比达到这个99.67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底下这些图片是我们这个用以上这些方法 误识别的图片 那么这个图片本身呢 在这个大的区域显示 我们右上角这个小的数字呢 就是说这个图片它本身正确的标签应该是多少 然后右下角这个小数字呢 表示的是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CNN把它认成了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是吧 这个图片你看起来是个6还是个0呢 有点像6 可能有点像0是吧 其实它真正的这个标签是6 我们神经网络把它识别成0 但是我们看这个非常模糊啊 这个手写体写的不是很清楚 然后呢 这个看起来是像5是吧 确实它的真正的那个图像是5 但是呢 我其实有点像3 因为它上面这块多出来一点 是吧 然后 然后我们看到第三个图片的话 其实肉眼可能就是不同的人看都对它的这个这个数字猜测的不同 是吧 我看起来这个就像是个9 但是呢 我们这个数据集里面标签 它真实的标签数是8 可以想象这个人写的时候 他在这个底下这个8底下这个圈的时候 他写的太密 然后我们神经网络把它认成了9 我觉得这个非常可以理解啊 就是说在肉眼来看的话 可能都看得像是个9是吧 然后呢 这个呢 我们看应该是个6是吧 不过写的不是很正而已 然后它确实实际标签是个6 然后神经网络认成了是个5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像很有意思 这每个图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图吧 它这个实际上呢 是个7 但是呢 它前面这个横写的非常浅 然后我们神经网络误识别是了 成了1 然后呢 比如说 这个又像2又像7是吧 它实际上是个7 但是它这一画 这个爸爸上出来了一个横杠 所以呢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把它误识别成了2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神经网络的识别率已经非常高了 而且我们发现 它误识别的这些图像呢 其实跟真实的这些图都非常接近啊 就是说 它本身这些误识别的这些图像 它这个写的就不是很清楚 有的对我们肉眼来讲的话 觉得可能跟那个神经网络看出来是一样的一个标签 所以呢 这些图片其中很多对肉眼都不容易识别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已经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啊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着重来介绍这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也简称CNN的这样一个算法啊 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之前讲的算法 其实都是不管有多少层啊 我们之前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 在每相邻的两层之间是吧 我们这个连接的这种线呢 是把所有两两之间都连接起来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这是输入层 这是第一个中 这个隐藏层 那么输入层的每一个神经元 和下一层 就是说是这个隐藏层的每一个神经元 都有连线是吧 连接起来 就是说第一个和所有都连起来 然后第二个和后面所有都连起来 对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看 这是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结构啊 包括这个 第一个隐藏层和第二个隐藏层 也是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相邻层之间 都是把所有两两之间的 这个神经元全部连接起来啊 这是之前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当然了 我们之前做的实验 一直是我们输出层的值呢 就对应的是图像的像素值 是吧 我们之前就28x28的这个图片的话 把它转化成784的一个一维的向量 把它输入到输入层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之前学的这个算法来更新 是吧 然后那个输出层呢 当然是10层了 总共就是我们为了识别0到9 这10个标签的类别 我们输出层对应的是这个 我们可能的标签有多少个类 也就是10类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CNN呢 它的结构非常不一样 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因为呢 我们输入的时候啊 我们保持了 我们并不是一个一维的向量 而是我们保持了一个二维的这个神经元 这样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图像本身不是28x28的吗 那我们输入的时候还是保持了这样一个空间上的顺序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相当于把这28x28的写成一个横程 写成一个累积起来的一个大的一列了是吧 就是把它所有扁平化 把第二行 把第二列拆下来 放到第一列上吧 把所有拆平 只有一个单一维的向量 但是我们这个CNN的结构很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给它做了一个保持原始图片的这样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它的结构呢 仍然是28x28的 跟以前图片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神经元 当然就对应我们原始图片的一个这样一个像素 这是我们看到和以前这个神经网络结构不一样的地方 它是一个二维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构 虽然说它只是在这个输入层上 它是这样一个二维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叫local receptive field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输入的输入层上这个二维的啊 就是在这个例子中 就是28x28的这样一个神经元的结构上呢 我们定义一个N乘N大小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N乘以5吧 也就是说我们给它其中选它内部的一部分 5乘5 那在哪个什么地方选呢 当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选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5乘5的这一小部分啊 在它这个整个的大的输入层之下的 所有这个神经元之内 我们画出来一小部分正方形 把这一部分呢 我们叫做这个local receptive fields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 那我们用来干嘛呢 我们用来其实就是说 我们用这一小块 这一小方块 每一个方块和下一个神经元连接起来 那我们一共有多少个线来连起来 大家可以想一下是吧 一共是对于这一个小方块 也就是说这个小local receptive fields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5乘5 我们假如说定义5乘5 当然这个可以任意定义了 可以定义6乘6、7乘7 但是用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暂时把它说成5乘5 那也就是说是 我们5乘5的这个local receptive fields呢 它一共有25个神经元 对吧 然后都和我们下一个下一层 也就是第一个隐藏层里面的一个神经元 像连接起来 那么我们一共有25条连接线 是吧 也就是大家看到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看到 所以呢 在我们这个convolution network上面 一个重要的一个算法 就是一个步骤 就是说 我们首先在我们的最左上角 选一个5乘5的这样一个单 一个结构单位是吧 选好了之后呢 我们 构造一个新的神经元 就跟它连接起来 跟着25个连接起来 那么我们就有一个 这个在第一个隐藏层 有一个新的神经元是吧 然后下一步我们干嘛呢 我们把这个5乘5的啊 这个小方块 也叫local receptive fields 把它整体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开始在最左上角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整体 往右移动一个像素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开始从最左上角开始 现在我们是把第一列露出来了 也就是说移动 往右移动了一个像素整体 还是5乘5是吧 那么我们就构建另外一个神经元 也就是我们看到 开始5乘5的时候 我们构建了左上角第一个神经元 然后呢 我们把它移动了一个以后 我们在右边的 就构建了另外一个神经元 在这个隐藏层上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像当时我们有一个 大的桌子 是吧 它的这个整个大小是28乘28的 那我们拿一个 比如说小方块吧 或者说小的黑板擦 它刚好是正方形的 假如说 我们把它放到桌子最左上角 是这样一个形状 然后我们每次把这个板刷 往右移动一格 也就是一个像素 一个像素移动 我们是不是可以移动很多很多次 每移动一次 我们给右边对应的这个神经元上 就对应到一个新的点 所以呢 当我们从左到右移动到头的时候呢 我们再往下一动一格 是吧 我们看到变成这样一个结构了 就是我们 从左到右移动到头的时候 我们可以移动多少次呢 我们想当这个右边这个边界 贴到这个边上的话 我们就不能移动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往下移动一格 再往后扫描 也就是说不断的移动移动 从左往右从上往下 我们可以移动多少次 是吧 我们想一下移动出来 对应的这个大小呢 就是第一个隐藏层这个大小呢 跟我们之前比是比较稍微小一点 因为我们本来是五乘五的 那我们一到右边的这个神经元 贴到最右边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移动了 所以呢 我们算下来的就是说 我们本身呢 这个神经 就是输入层 我们的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结构是这个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图像 这块写错了 大家就自己改一下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28x28的 是吧 然后呢 我们 现在是没有网络 所以这不能 不能这个 保存 当然大家记住 这块我是一个比误 这是28x28的一个神经网络 是吧 然后呢 我们通过5x5的 这样一个 小方块 是吧 叫local receptive field 然后呢 给它移动 移动 然后我们构建 构建成下一层 就是隐藏层的第一层的神经网络 以后呢 它的这个大小是不成了 24x24了 因为我们左 这个本身占五格 是吧 一到最右边的时候 我们等于说是28减去5 再加1是吧 就等于说24 好 那我们新的这个 第一个隐藏层的神经网络 就这么建起来了 也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啊 每一个格 这24里面的每一个格 对应着我们这样一个 5x5的一个小方块 是吧 是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有个新的概念 就是说 一个叫stride 也就是说 我们的新的这个概念 叫做strid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每次到底移动多少呢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可以一次移动一个像素 移动一格 但是我们也可以一次 一次移动多个是吧 那么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参数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stride 就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例子中 如果我们往右移动的时候 每次只移动一个像素的话呢 那这个stride就等于1 那假设我们不想移动那么密集 我们想每次移动多一点 比如说我们一次移动三个像素 往右 那也可以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stride就变成了3 是吧 那么我们随而改制的这个 右边的这个 在第一个隐藏层下 它这个大小就更小了一些 是吧 因为我们一次移动了两三格 如果是一格的话 刚好等于28-5再加1 刚好等于下一个这个 下一层的神经网络的这个尺寸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想一下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 两两啊 旧的这种神经网络结构 两两相对应的话 它每一个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网络 以前的神经网络是这样一种结构 它每一条线呢 就对应一个这个权重 是吧 我们一直讲的这个weight 那么现在我们变成这样一个结构了 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weight和bias呢 其实也是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不是有25个线吗 都跟这一个神经元相连 那么这每一条线 也就还是仍然是对应一个weight 一个权重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叫做 共享权重和偏向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下一层的里面 这每一个神经元 所对应的25个 25个这个权重 对于这个下一层的神经网络里面 不是24乘24的吗 他们所有的神经元 都分享 都共享 这25个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刚才举这两个例子 就是在下一层 这个第一个点 它对应的这25个权重 和这个同一个 其中的一个偏向 和我们下一个神经元 这两个不是 不是同一个神经元 对吧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行的第二个 那这25个和前面25个 我们使用的是 同样的这个权重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这个共享 shared weight 就是共享权重 和这个偏好 bias 他们俩用的bias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神经网络中 不光是这两个 他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元 他们都是共享同一个 共享同一个这个权重 就是对于上一层来讲 这25个 他们用 就是我们这几百个神经元 他都共享这25个权重 和同一个bias 这是我们 就是一个新的结构 是吧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在更新的时候 怎么更新呢 其实跟以前的公式非常类似 我们还是用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不是每个输入层 这个神经元 有一个值 对吧 对于输入层来讲的话 它就是我们的像素值 那我们每个像素点 分别对应乘以 它这个对应的这个 weight 这个权重 是吧 然后全部加起来 那一共有25个乘积 加起来以后 是吧 也就是这我们看 这个l表示的就是 我们第几行 是吧 这个m表示的是第几列 在这个 5乘5的小方框里面 那么就是0到4 是吧 一共有5个值 然后呢 我们这个对应的 这个权重 w乘以我们的 这个本身前面一层的 这个输入值 是吧 就是它的神经元的 这个activation的值 就是每个activation的值 乘以它对应的 这条线上的权重 最后两两相加 就是最后我们 把这些对应的成绩 加起来之后呢 加全求和以后呢 我们再加上这个 下一层的神经元 对应的这个bias 也就是b 是吧 加上b 然后我们对整体呢 再去应用 一个带到这个 sigmoid function里面 sigmoid函数里面 所以我们的这个 更新的公式呢 跟以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 就是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跟以前不一样 是吧 我们在每一层更新的时候 还是通过 加全求和 然后加上bias 再应用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样来实现的 好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w呢 它就是一个5乘5 是吧 它就是说 可以当做一个 就是 这个对应的 就是这个小方块上面的25个 这个权重 是吧 好的 那我们来接着看啊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对于这个 每一层里面 所有神经元 它 它们都共享 这25个权重 和这一个偏向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假设 这样一个 加全求和的过程中 能够学出某一种特征的话呢 那它其实 我们对于下一个神经元 它学的还是 像类似的特征 是吧 因为我们 它们不是共享这25个 这个权重吗 那 唯一不同的就是 它们学习的位置不一样 是吧 比如说这个点呢 它学习的是 这个部分的这个 某一个特征 然后我们在这个脚上的这一点呢 它可能学习的是 这一部分 是吧 因为我们是对应得来的这个 位置上对应得来的 这个下一层的这个神经元 所以 我们在右下角呢 可能 得到的某一个点 它学到的特征是我们 左边这个输入层的 右下角的这个位置的特征 所以我们对于 第一个隐藏的层来讲的话 我们所有神经元 探测到的是同样的特征 只是不同的位置 这是这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的一个特点 那这个特点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学的时候 我们仍然保持着这个图片 原始的这个 有空间二维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好处就是说 我们在 给它进行更新以后呢 我们仍然可以保持 原始图像上的一些特征 是吧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跟刚刚之前我们学的这个 EV的神经网络 不一样的一个特点 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 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feature map 什么叫feature map呢 feature map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说 我们 我们从这个输入层的这个五乘五的这个小方块 也叫这个local receptive field上面 我们对应的成的一个某一个 这个某一个值是吧 然后呢 我们来这个 我们来对它进行这个 加权求和的过程 但是呢 我们用的这个 跟它加权求和的这个权重的初始呢 我们可以是 我们是可以把它叫做一个feature map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这个小方块 我们对它对应一个feature map 然后我们对 对它进行这个 convolution的运算以后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下一层的这样一个神经元 对不对 那么假设呢 我们有 不同的啊 这个转化的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 不止一个feature map 就是我们一个feature map 对于输入层的一个小方块 我们可到 可以得到输出层的一个 这个神经元的这样一个24x24的对吧 但是我们假如用另外一种方法 一个feature map 来对应到这个输入层的每一个5x5的这个方块上面 那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新的 这个 这个第一个隐藏层的这样一层是吧 所以呢 这个feature map的意思就是说 从输入到输出层转化的过程 我们有不同的方法给它来转化 是吧 就是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对映射的方法给它转化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28x28的这样一个输入层的神经网 神经输入层的话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有三个不同的这个feature map的话呢 那我们得出来分别是不是有三个 三个这个 三个 层 就是说在输出层 在我们隐藏层的第一层里面 我们有三个不同的24x24的 这样一个神经元组成的这样一个方框是吧 我们想想每一个feature map 应用到它的上面 我们这个feature map呢 每一个是5x5的是吧 然后我们对它 扫描过去以后得到一个24x24的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种feature map 再对它进行抗路顺的运算 又得到一个这个新的 不一样的这个24x24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样的下来呢 可以得到好几个不同的 这个23个 就是我们有几个feature map 就可以得到几个24x24的这个神经网络 好 好 我们下来看一下啊 就是说 我们这个 以上呢 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有三个feature map 每个都是5x5的话呢 那我们通过这个feature map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convolution的运算 运算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训练好的 学习出来的一些特征的值是吧 那这个下面这个图呢 就给我们解释了 就是是一个 这个 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个 特征值 它的图像是长到什么样子是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常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都会使用这个feature map 多个feature map 那假如说我们 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 假如说有20个 我们选出来一些 对于原始输出层之后 我们应用feature map之后 我们学出来的这个图像的话 这是一些例子是吧 我们看到 这些里面其实包含它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里面 不同的图案的一些信息啊 这是根据feature map学出来的 也就是说5x5的一个feature map 那这里面的这种浅色呢 它就代表比较小的权重 学习出来的 比较深的颜色呢 就代表这个比较深的权重 学习出来的啊 然后呢 从这个 我们也看出来这个CNN 它在一个 捕捉一些 从原始像素级的图片 来捕捉一些规律的特征啊 除非它正在学习 好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和传统这个Neural Network 它有什么区别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呢 就是说 它大大的减少了这个 共享的权重和偏向 整个的参数的数量 我们举个例子是吧 因为我们想 想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隐藏层的每一个点 它对应25个这个权重 但是它是跟所有别的 神经网络上的神经元 这一层所有别的神经元 它是共同分享着25个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总共对每个神经元上 只有25个是吧 25个的话呢 我们再加上一个偏向 Bias 那就是26个是吧 26个的话 那我们的feature map呢 我们看有多少个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 神经网络有20个feature map 那我们总参数的数量 也不过只有这个26乘以一个20是吧 那就是520个参数 就可以代表整个这个CNN 这个神经网络是吧 但是换一种方式 我们想一下 假设呢 我们有这个 像之前这个神经网络 是两两相连的啊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神经网络 我们传统的这个神经网 假如这种形式的话 那我们想我们要 有多少个这个参数 才可以定义它 我们输入层之前讲了 是吧 我们有784个 这个神经元 那么下一层 假设我们有一个隐藏层的话呢 这个隐藏层 假设它有30个神经元吧 就我们设置的 之前设置的实验里面 也不算多 那么 就等于说是我们这个 784呢 乘一个30是吧 然后我们还要加上 30个对应的Bias 是吧 就是隐藏层不是每一个神经元 有一个对应的偏向吗 那就是784乘以30 再加上个30 那总共我们需要有这个 这么多啊 有这个两万三千五百五十个参数 才可以定义这个神经网络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数 是吧 我们的这个CNN的神经网络 我们只需要520个参数 就可以定义 那么我们的这个 传统的两两相连的 这种神经网络的话 我们要有两万多个参数 所以多了40倍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CNN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因为我们每一层所有的神经元 它是来共享 这个 每一个小方框里面 这些 这些weight和Bias 所以它大大减少了这个 参数的数量 好 那么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 这个 在更新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这个加全球和加上Bias 然后再应用这个Sigmoid function 这种形式 也可以写简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这是用 就是说我们这个A1 就是我们第一个隐藏层 它的值呢 就等于我们之前的 它的Bias 对应的 加上我们之前的这个W 是吧 W就是这个5乘5的这样一个矩阵 它的一个对应的这样一个 权重的矩阵 然后这个信号呢 在我们这就作为是convolution 这样一个运算 也就是我们这里这样一个运算 对应相乘 然后相加 这是数学上的一种运算符号 叫做convolution 运算方式 然后呢 乘以我们这个输入层的这个A 它开始着5乘5的这25个初始值 那么就因为这个运算的符号呢 所以把它叫做这个convolution的运算 好 那么在这个convolution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叫pooling 什么叫pooling的运算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 我们刚才不是 跟大家说了 我们首先进行这个convolution 是根据不同的feature map 是吧 每一个feature map呢 我们可以想象 就把它当做一个母子 也就是说 我们根据每一个母子的样子 对原始的输入层进行这个convolution的运算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像素点 是吧 这个母子 我们假如说有三种的话 那我们就三个feature map 那我们在这个 对它进行运算之后 我们得到了 对应的三个隐藏层的 这三个值 这三个方框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这个 第一个隐藏层的 这些神经元的值之后呢 我们还要进行另外一种运算 我们把它叫做pooling 这个pooling是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从这个输入层 到第一个隐藏层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维度不是已经缩小到24乘24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下一步想 进一步浓缩这个神经网络的代表性 也就是它减少尺寸 所以我们做这样一种运算 也就是说 对于每个 比如说22 2乘2的 这是已经是我们这个 第一个隐藏层出来的这个值 是吧 已经是24乘24这样一个维度了 那么对于每一个这样一个维度 我们做一个2乘2的 就是我们假如用一个2乘2的一个小方块 框住它 然后我们呢 我们就对这2乘2这四个值 来求它的最大值 那就是这四个值里面哪个值最大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值 转化成这样其中的一个值 那我们对 2乘2的这样一个小方框 一直在移动 往右移动 再往下移动 这样来扫描 每次都亲建一个值 那是不是我们出来的这个 输出的这个方框 就比之前呢 要小 就是长和宽 各缩小一倍呢 因为我们每四个输入值 产生一个输出值 对吧 根据这四个值中最大的一个值 那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叫做max pooling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个图像缩小一下 其实缩小到 把以前的数据浓缩一下 就是我们不需要知道 每一个像素点 它的这个绝对位置在哪 对我们不重要 对吧 我们只知道它相对的位置在哪 所以我们把这个图像 可以进一步的信心浓缩 那么我刚才说的是2乘2 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3乘3 4乘4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是吧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24乘20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2乘2的pooling 得到之后是12乘12的这样一个方式 得到一个pooling之后的这个形状变成了2乘2 那当然对于多个feature map的话 我们每个都要进行这个pooling 是吧 也就是说最原始的这个输入 这第一层是28乘28的 然后呢 那我们根据三个不同的这个feature map 对它进行convolution的运算 得到了三个24乘24的这样一个小一点的图像 是吧 然后我们在这三个里面的每一个上 我们再进行这个pooling 就刚才我们指的这个maxpooling的运算 把它缩小成12乘12的 那三个分别都缩小成12乘12了 是吧 就得到三个12乘12的这样一个pooling 它的意义就是说 每个图像特征点 学出来的特征点 它的绝对位置并不重要 我们找的是相对位置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pooling的方法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不一定取最大值来进行pooling 我们四个值中间 我们可以对它每个值平方相加 以后我们再去开方 这是另外一种pooling的方法 我们叫做L2 L2pooling 也就是说平方和开方 这个pooling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它的目的都是 浓缩我们之前这个像素的信息 把它变得更小一些 好 那我把之前所讲的结合在一起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28乘28的原始输入层 根据三个feature map 进行convolution的运算之后 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三个 24乘24的这样一个 小一点的图片 是吧 然后我们再进行pooling pooling之后 我们得到了三个 12乘12这样一个图片 最后一层就直接是我们的输出层 10个神经元 然后我们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我们在训练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 用的还是这个之前的propagation 和gradient descent的方法 好 那在下一节课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